这里是世界无几 青藏高原 也是雪豹的栖息地 一只母雪豹在漫天大雪中前行 它一跃就是好几米远 不惧怕陡峭的山崖 它在追赶着猎物 那是极其危险的悬崖峭壁 中间是大裂缝 一不小心掉下去 可能就尸骨无存 但是雪豹没有退缩 它助跑猛的一跳就跨过下骨 继续快速追着猎物 雪地上是它矫健有灵活的身姿 它加速扑倒了猎物 随着猎物滚落几百米的悬崖 几经翻滚 令人惊讶的是 它们都还活着 雪豹还紧紧地咬住羚羊的屁股 它后视的尾巴可以控制局面 随后用爪子抓紧羚羊 以便它直接够住羚羊的脖子 然后又是好几个空中的空翻 随着撞击到地面上的生物 它终于稳住脚步 狠狠地咬住羚羊的咽喉 它终于得到了食物 这样惊险的捕猎生活 常常发生在雪豹身上 它们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 就必须付出常人不敢想的艰苦 现在这只木瓜怀孕了 它一改以前的作风变得低调起来 只为了更好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饥饿的准妈妈扑伏在雪地上 它这次的目标 是看起来好下手的艳阳 但是艳阳实在太过敏捷 雪地里又没有遮挡物 它大着肚子 也不敢像往常一样 拿着自己的生命去搏这一餐 所以它只能眼睁睁看着猎物离它远去 拥有永不放弃精神的准妈妈 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接近预产期的它 除了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外 还需要尽快找到藏身之处 这样才能安全地生下雪豹幼崽 雪越下越大 逐渐掩盖出雪豹的身影 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盘 那是隐秘山谷的边缘 它攀上陡峭的身风 在悬崖峭壁上灵活地游走 终于找到合适的生产地方 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 它要时刻保持低调 是在狩猎时出现 等到八月的时候 母雪豹泄露了身体 只是它的身边还多了两个小家伙的身影 那是它的两个宝宝们 为了养活两个孩子 它需要更加努力地寻找食物 以保证有充足的奶水 母豹站在高处眺望远方 它在确认这高耸的山谷是否安全 确认完毕后 它才放心地把孩子留在上方 下去狩猎 它栖息地的数百英尺下 是喜马拉雅蓝阳活动的地方 母豹悄悄靠近 它是突袭侵略使者 时速高达四十公里 它快步奔跑 靠近蓝阳 羊群受到惊吓一哄而散 虽然是英勇的城市 但它一无所获 夜幕已经降临 母豹不打算回家 它还想再努力一把 天亮了 只见母豹叼着食物 走在山谷前 看来一个晚上的时间 是它有了丰厚的战利品 只不过 要把这么重的猎物带回去 还需要它花费一下大力气 它把猎物拖到有树林的阴凉处 打算休息一下再继续搬运 但一旁的喜鹊 可不会让它这么轻松地回家 喜鹊们通知着其他肉食动物 想引发糟度 典型的看热闹不行事的 藏鸥反驯赶来 好在雪豹躲藏的地点够隐秘 它目不做什么 风也赶来帮助它 吹散了空气中的诱人香气 藏鸥巡视一圈之后 取着信心离开 它成功满过藏鸥 历经险峻的峭壁 幸运地把炎羊 问到孩子身边 这是他的孩子第一次 尝到肉的味道 可是 还没等他们一家吃几口 盘旋在天空中的乌酒 就发现了正在进食的他们 就连之前的藏鸥 也带着朋友前来 他们都想分一杯供 某雪豹扑获 将珍贵的食物让出去 它和最凶猛的狗 藏鸥的战斗 以处激发 两者面面相助 小雪豹趁机跑到山壁上 让藏鸥无法尾碎 一次躲过危险 美豹率先发挡攻击 对着藏鸥便使出恐惑一招 小雪豹在又高热险的山壁上 乖乖等着母亲开旋归来 这是二六一的挑战 它不停地伸出爪子 威胁着要靠近的藏鸥 没过多久 藏鸥就选择了放弃 美豹留在原地守卫食物成功 它开始呼唤孩子回来 小雪豹一靠近 就开始轻易地蹭着母亲 今天雪豹一家 能饱餐一顿 十月到了 天气变得琢磨不定 白天格外炎热 但夜晚却寒冷无比 美豹发现了一顿免费的晚餐 是一具动物的尸体 但是蚝牛也想和母豹争夺午餐 干脆蚝牛出现了 还有藏鸥 他们都是雪豹的天敌 公蚝牛格外霸道 不愿望母豹吃到食物 他不停地用脚顶着雪豹 雪豹反应敏捷 次次都躲闪过去 在这场冲突中 会上的只会是力爪和减牙 美豹雪豹强势地逼退了蚝牛 三只藏鸥见蚝牛退缩 他们便冲了上前 美豹雪豹可不是赏牛的灯 他并不惧怕藏鸥恐吓般的全废 他猛得助跑 让虚张声势的藏鸥退后了几步 眼看藏鸥还是不厉害 他开始驱赶起来藏鸥 藏鸥一要靠近食物 他就又再次后退藏鸥 藏鸥为他的毅力所折服 牛雪豹的决心逼退了藏鸥 这顿路产必须好好享用 因为后面的日子可能更加艰难 12月天寒地冻 雪豹们到了娇配的季节 雪豹妈妈却无心弹琴说爱 因为他带着才八个月大的孩子 雪豹宝宝花费他太多力气 他现在需要把孩子们藏好 要不然对父亲循着雄性气味 吸引过来的公豹发泄 他的孩子就没有命活在这个世上了 公豹为了交配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比如杀掉小豹 迫使母豹发情 母豹步步为营 但是出门历史 还是照顾不了小雪豹 小雪豹躲在一堆石块中 后时的皮毛 使他们不惧怕寒风和冰雪 正处于好用年纪的他们 想试试自己的能耐 他们便开始攀登陡峭峭的雪风 我是好奇心的孩子们 等母雪豹一如既往出门回来后 发现孩子们失踪了 到处都找不到孩子的踪影 她拼命地呼喊着孩子 发出喉嚼声 但是没有回应 一个母亲在寻找孩子的道路上 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她走过山谷的每一处 大雪纷飞 没到没有心思捕虑 她迫切地在每一个 可以躲藏的角落 寻找着孩子的踪迹 她持续呼喊着 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 她搜寻了整整一夜 只能返回一开始的地方 碰碰运气 好在上天还算灵敏她 在原处 她发现了自己一个孩子的身影 小雪豹孤孤单单地 在峭壁上挣扎 看样子还受了伤 小雪豹发出了 我的哭喊声 母亲赶紧把她解救下来 随后舔了她几下 小贝也紧紧留着母豹的脖子 最后母豹带着她离开了 母豹继续寻找 因为她已经明白 另一个孩子不会回来了 小雪豹失去了自己的兄弟 此次喜悠参半 也算是一种奇迹的发生 毕竟母豹的不放弃 还是救回了一个孩子 母豹的冬天 在躲避追求者中度过 她成功地保护了孩子 再过九个月 孩子就能独立生活 她又能再次进入交配期 在此之前 母豹得继续养活自己和孩子 狩猎的时候 母豹再次遇上老朋友 还是那群藏豪 只不过他们这次数量又多了 他们围在雪豹的周围不肯离去 不停地发出犬费 人多失踪了藏豪采取骚扰攻击 他们并不直接攻击雪豹 而是一味地在一旁吼叫 然后用数量碾压雪豹驱赶她离开 母豹不愿其烦 优雅地离开 日升月落 时间慢慢流水 小雪豹已经15个月大了 她终于可以和母亲一起狩猎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她会跟随着母亲 学会所有的捕猎技巧 好保证自己今后的生活无忧 麋鹿是此次的目标之一 是因为他们比豪牛更好对付 宽大厚实的小长使雪豹 可以静静地追踪麋鹿好几个小时 但这次狩猎 却让一只公雪豹发现他们母子俩的踪迹 公雪豹不想自己的地盘 对别人站立 她对母雪豹发起进攻 美豹为了保护孩子 直愿迎战 出乎意料的是 双方只是对峙了一会儿 公豹就停止了攻击 今天暂时休战 但是下次再相遇 冲突就不会这么简单结束了 公豹还是享有这块土地的统治权 美豹明智地带领着小豹离开 或许将来的某一天 小豹会回来和公豹争夺土地的所属权 但是现在她还小 需要养精蓄锐 母雪豹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她的孩子健康成长 再过几个月 他们将会永远分开 各自在冰冻的世界无极上 开拓新的天地